一起来拿笔 校长们一起签名宣示 用行动支持全国运动的推广 小朋友也高举唯有阅读好的红纸条 强调多多阅读才能提升竞争力 那你觉得阅读对你们有什么帮助 可以写到许多知识 会中主办单位也以西班牙神秘与浪漫传说 赠送与会校长红玫瑰与书本 希望校长们能够引领学生进入阅读世界 所以小朋友能够从阅读报纸 以及每月排行榜的书籍里头 零零种种去找到适合于自己 自己最喜欢看的书籍 能够吻合孩子们的兴趣 吻合孩子们的心理的发展 我想这样子的选择是小孩子们喜欢的 比起过去成读的时间来考试啦 写作业啦 我想孩子们的学习丰富又有兴趣多了 阅读教育在平线推行多年颇有成效 前线内有41所国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级推动成读 其中有27所学校 每周有一天早自习实施成读 有10所每周实施两天 另外4所学校每周实施三天以上 印象中的早自习啊 我小时候都是用来考试 那考试前大家就K教科书 但是现在呢我们认为啊 K教科书应付考试 不是我们对我们学生培养的主要目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 能够透过阅读 能够学习读处 在阅读的时候 同时锻炼他的思考能力 跟刺激他的想象力 因此呢平纯县政府 我们透过各国中的协助 再加上报社的支持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 每周至少有一天或两天 利用早自习的时间 让学生就能报 钟家宾希望透过阅读 不只是培养孩子的气质 增长知识 也让孩子透过阅读 来认识未来的世界 建立自己的人生观 目前屏东县高国中 共有19个学校37个班 国小59个学校179个班 进行读报实验班 所扩及的学生 每天有4403份 可见从小扎根的成都活动 已在平红县各高国中小学 生根落实 平红新闻 蔡立花唐新贵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